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请收看波罗讲座 然后第四位好朋友问的时候 人物体强调慈悲心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在团体中 那边有些成员是表现不佳 而至整体的绩效 那么为了团体的未来 那必须要解雇不是任的员工 那么请问这是不是 我们的慈悲心不足呢 因为大家知道 当时人家没有人来 什么人都没有解雇 当时人家都没有解雇 所以我们也没有解雇 人家都没有解雇 但是人家都没有解雇 但是人家都没有解雇 人家都没有解雇 所以我们的经历 人家都没有解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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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他們通常學校的同學是牠們 在看他們他們看他們是牠們的擔心 就算了一天, 人家都不受了, 没人赔给你, 人家都不受了, 我去做这些, 从家里有些人去做, 老是有些人去做, 有些人都没把握过, 这就能够握过, 所以你现在开始先做什么意思, 你现在开始做什么意思, 你现在没有干击的, 比方法的自己还要平衡的意思。 如果遇到像不適任员工的问题的话 也许你可以从他的角度去给他设想一下 可能你把他解雇了 他没有办法得到比现在条件更好的工作 也许不过继续用他 有朝一日他能够改善他的绩效 这也说不定 总而言之呢 你如果能够给他一点空间 对你自己来讲 也是增加福报的事情 我们在经营这个企业的时候 当然自己的利润当然是要顾得 不过我如果说心态能够更加的广泛 比方说我们想着能够利益到整个国家社会 利益到人群的话 由于你的心态是更广的 你能够获得的福也就更加的大 有些人他在经商的时候 当然他会去考虑遇到成本效率的问题 但是仅仅只考虑到自己的利润的话 也许你在业绩上面能够有所增进 可是整体而言是否是活 这个是很难说的 但是如果说你除了考虑到自己的利益之外 也能够想到 我这样不管是经用人才或者是在经营商务上面 都可以有更多的考量 包括对于整个社会有所帮助 包括解决就业问题 还有对于国家社会的反馈 诸如此类的想法都纳进来的话 对你自己的福报来说 也会有增长的效果 做任何的工作都是这样子的 不管你从事是哪个行业 心 自己的心态到底是如何才是对各个人关心的问题 那么下一位 下一位问题是说 我们的年纪呢 随着年纪开始慢慢增长了 那么在经营市有成那么服务人群 但是呢 也很自然的必须要面对自己或亲人生老病死这样的难题 那么眼看着自己以及我们的亲人开始衰老生病 以及难舍的死亡 我们如何面对 如何准备 哦哦 niin还不会忘 dann 我们的孩子可以去 是肯定恨人生 还有一些丹目有不可 这参加人群 这些人人该我们需要健康,教练的人 然后发现 对视觉 那些 acred热,权的 爬闊香然後,龍頭,烹鴨 然後人家在看著的路um 電話說這樣呢 像是看著電話說 真的看著那樣子 人家在看著的路um 太陽了人家在看著 看著對面看著 斬眼看著的路um 太陽棋在看著 都有和食物有 kalon 他们全部做到一个 去自没每次做 podcast 他们是这样的 觉得 inkllen的 很难死 两天 打算失败 我们要卖私 在那些事居都有看,因为我不会想象, 有人知道你能不能想象征服这些物件, 就是玄米咿制作出发的一件事啊, 这有因为玄米咿制, 甚至一个人是一件事, 都不得了, 非常疼, 也有 Ngŏ夫人的方法和公传宣传, 这都可以让人家查得 又是有的 答案有没有 我老大了 这让我来说 因为上帝子上帝子 上帝子上帝子 脱衣服他们的 无论的意思 刚才可是 梁苏军他们 起床的那种孙子救抢了 孙子救抢的那个梁苏军 什么的那种事 哦 第一个人就是 我生き…不跟他拒絕 Bag理、高喬香、麦里的停,教育 avez加点 幻的音频就去得了 他们那样的一部分 就像人那般的一部分的挺好的 她们这些一定 Morning, dangerous 这个是 painting的就是 material 当我们非常挚爱的亲人遇到了身边死亡的情况的时候 当然我们因为跟他们之间的关爱会让我们非常的不舍 可是这个时候也许可以透过意念佛菩萨来改变一些对对方产生帮助 比方说父母跟子女之间的亲情它是一种爱是一种慈爱没错 可是它是带有着自我价值在里面的就是带有着我值的爱是好的 可是带有我值的爱是有害性的 所以我们要把这样的慈爱能够更加的推广 更加的获尔广直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因为这样感到非常的忧苦的话 你可以多念六字法明之后观音的行众 或者是你可以一念阿弥陀佛的形象 一念观音的形象 这样子对你来说 也可以产生解决我值的效果 也能够帮助到你自己的父母亲人 另外就是呢 如果当我们面对自身的死亡的时候 这个不见得是说信佛教与不信的问题 你今天不管信仰任何宗教的时候 你下面的这个面对临终的方法都是适用的 比方说如果你今天是佛教徒 你在来面对死亡的时候 你可以一心就意念着阿弥陀佛 心里面想着立他心跟阿弥陀佛来面对死亡 如果是信基督宗教 有些人可以想耶稣也好 想圣母玛利亚都好 总而言之就是想着自己所信仰的那个对象 并且怀着如何能够持续饶益他人的心态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面对死亡的话是最为有利的 因为就像刚刚前面所说的 一切的问题的根源来自于我值 如果没有了我值 而是不断的想着如何利他的话 那你的心会得到自在 就像是被风给吹起的风筝一样 他会不断的往上飘 随着死亡的力量他会往上飘 那这个往上飘的结果是什么呢 下一辈子你可能转身成人 可能转身成天人 这就是他的好的结果 那相对的 如果你是带着我值的 你一直想着自己该如何又当如何 这样子去想的时候 你的心是非常固着的 因为固着性的缘度 所以他会非常的沉重 根本的问题还是来自于我值 来自于自我中心 他会变得非常的沉重 怎么叫做沉重呢 就是把你拉到更为不好 比现在更加惨的下一世去 相反的 如果你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你能够心里面 就是想着南无阿弥陀佛 心里面能够意念诸佛菩萨 然后能够想着 慈悲心跟利他的道理的话 最少下一辈子 你可以再有机会转食成人 或者是天神 有些人会说他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净土这类 当然很多净土他有他的修行的标准 那个是往生是很困难的 可是我们要晓得一点就是 所有的净土他都有个根本的 就是身在净土 往生净土的根本的一 就是慈爱心 如果你拥有了慈爱心 任何的净土都是有可能的 相反过来 如果你辞世的时候 你所带走的心态 是称恨心的话 这个称恨心就像是毛 会直接把你拖到地狱上去 所以这个是在 针对刚刚所讲的问题的作用的补充的 再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现在世界非常的愤怒 那目前呢 世界各地许多的团体都开始 在学习打坐禅修 希望能够安眠人心 那么禅修要如何来帮助人们呢 那么如何禅修才能够安定人心 嗯 咱们在学习 我们在学习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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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深煮了很多事平时 但你要 Block sama 一定要 cords 人间和这样子 ども 警察 我们一拥 chips 北京E45 这拥cific kāry nano 卡托 因此 可以 现在没什么喝 怎样都用在激的 Richtung 建築拂的程是 有人跟人们uther 越多了 随身我的顾就要 随身的苦茶 人天天在 Dad生活了 温散有的 嚴育的 跌倒 answers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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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他们的,这是他们的。 他们的经营,这是他们的。 在现代有各式各样的地方都在传播着不同的禅修。 那在佛家所讲的禅修,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无所修者为最上修 无有可修是最上的禅修 那他实际上要谈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谈的是要往内观心 观心的本性 而当你去真正观 那个龙统的心的本性的时候 会发现他并没有一个来 心是没有来处的 他没有一个来源 那他也没有结束的去处 所以你发现心是无来无去的 我们发现念头很多 有很多的妄念分别 可是这些妄念分别 它最终不等于你的心 它不是你的心的本性 这个禅修的方法就是以心观心 你去反观自己心的本性是什么 但这个以心观心当中 是有一个觉知在那边的 在看心的本性的那个觉知力 我们称它叫做心的原始本性 你所需要安住的觉知在 那个心的原始本性 你要知道心的现在当下的那个状态 那个觉知 那个觉察力是需要拥有的 如果没有那样的觉察力 你会随着你纷纷的念头走 而纷纷的念头在佛家来讲 这个叫做事 新事的事 我们讲说六事 意识这个事 那个是事 可是事跟我们心的本性是不一样的 事跟智是不一样的 智慧指的是心的本性 怎么样才能够让心的本性 让智慧能够显发出来 能够显露出来 需要透过慈悲的力量 不断地以慈悲心 熏修自心 然后反观自心 才会去看到那个心的真实的状态 那个是智慧 那个智慧是不随着你的念头 不随着你的心的运作去转 它是本来拥有的那个智慧 它跟我只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一般讲的意识 识的层面 就是心理作用的那个层面 它是带着我执的 是带着自我中心的 那个叫做是 跟我们讲的智 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而那个智就是真正的佛性 就是真正的心的本性 实际上它应该是不可言说的 因为我没办法 非常贴切地描述它到底是什么 如果真的要说一个例子的话 那样子的不可说的智慧 离开心的那个智慧 就是不被妄念所转的那个智慧 它是如同虚空一样的 当你能够透过慈悲的熏羞 去观自己的心 而见到了那个 如同虚空一般的新的实相的时候 你会了解 原来自己跟他人之间的界限 从来不存在 这个就是了解无二性 你会晓得所谓的三界的所有众生 就是整个世界的所有众生 大家的本性 就是刚刚所讲的 都是佛的本性 只是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 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真正所需要的 当然具体的禅修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先修一些 它有一个禅修的训练 比方说你可以先修纸 先让你的专注力能够定下来 先让你暂时的 不需要去处理你很多 很庞杂的纷纷的妄念 然后呢 当你的念头透过指能够暂时窃息下来的时候 你就去保持那个观 什么观呢 就是去照见 去了知你的妄念是存在与否 去透过内观自己的心去了知妄念是存在与否 那个了知性就是刚刚所讲的智 然后当你有了这样的了知性的时候 你所需要去不断的培养的就是慈悲 当你有这几个要件 就是能够透过指把心专注下来 能够专注在一件事物上面 而不被妄念带走 再加上去认识妄念的这个觉察力 再加上慈悲的训修 那么逐渐逐渐的你的禅修就会上路 而禅修的正确与否完全取决于慈悲心的有无 如果你的禅修是带着慈悲心作为大前提的 那么你的禅修一定会是正确的 是清静的禅修 如果没有的话 那遇到状况的遇到困境的时候 你的心就会被烦恼给带着走 就会被妄念给牵走 也就是说你的心会不得自主 不得自主的根本原因是来自于你缺乏慈悲心 所以当遇到痛苦的时候 你就被痛苦给牵着彼此的时候 你是没有自主权的 所以根本的核心问题在于你缺乏慈悲心 再来真的就是说 人不见的开示呢 强调慈悲心 那么常常听说 悲至双欲 那么请问 智慧的角色是怎样呢 孙教授国人 今年的 大陆地人 这两个人 是相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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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像厉害的宗洁 desde晚上的时候 和亲就是确定去到演出的信仿 和亲在 hacer一个闭户 mode 那何ha der啊 奖心冬学 我不处有去女儿的 Cont suburban 看脱觉 Here说 一直在是模特иж 想让这就是 这��得了 Pep南是故随 这就是从不有的,大人也从不有的, 没什么人知道的,大人也没法复杂 这就是西方的法律是什么的, 这就是继续地找我干净的, 干净没有,干净就没有, 干净就没有,干净就没有了 关于这个自卑双运的智慧的层面的这个问题, 应该要想得的是,当你拥有慈爱心, 智慧是水到取生的,它自己就会发展出来的, 刚刚提到了我们有两种心的状态, 一个是是,一个是智, 基本上它们从根源上来讲是一样的, 可是如果你带着我直的话,那就是是, 没有我直的话,那个就是智, 怎么样让它没有我直呢? 就是熏修慈悲喜舍,这四无量心, 当你熏修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 那么你对众生的爱是越来越广阔, 广阔的像是无量的虚空一样的时候, 你的心是极其开广的, 由于你的心极其开广的那个状况, 你具有的那个心的状态, 实际上就叫做符合慈悲的智慧, 因为佛家所讲的波罗密度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当然佛家还去讲说所谓的三轮体空, 就是做者,受者, 然后是,本身是没有自信的, 但是这样的三轮体空的波罗智, 实际上也是来自于慈悲喜舍, 来自于对众生的慈爱而自然的发展出来的, 所谓智慧分为两个层面, 一个是世间的智慧, 一个是初世间的智慧, 世间的智慧因为它考虑的是现实的价值, 考虑的是人跟我之间的差异, 人跟我之间的界限, 所以它的智慧是属于局限性, 而初世间的智慧则是刚刚所讲的, 因为心量无限的宽广, 对众生无限的慈爱, 所以你的智慧当中是带着慈悲的, 这样的智慧就叫做波罗波罗密度, 就是真正的智慧, 那它是无碍的, 当你有了波罗波罗密度, 这样的智慧的时候, 不管是你在从事世间法, 就是一般的世间的工程俗事以后, 还是从事灵性的羞耻, 都没有任何的阻碍。 但是, 学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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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 你找个人, 你找个人, 要不拆开, 但是, 你担心的跌脱, 你这些人靠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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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怕你会担担脱, 你这些人靠上学, 然后你这些人靠下学, 你这些人靠下学, 你你这些人靠上学的, 我自然靠上学, 我自己在从事前讲的, 你出没有, 我感觉就终于做到始终, 我和皇陛想下学, 你这些人靠下学, 我再次去学习的, 我去学习的, 你呀, 你穿不出来, 你不使我这个厅力的, 他在你这些人靠下学, 所以当我们要做所谓的成修的时候 基本上也是要反攻之心 要往内观 去观那个你本来拥有的 那个慈悲的潜能 当你去看那个内心本具的 慈悲的潜能的时候 逐渐的你的心会打开 你可能会开始关心这整个世界 希望这整个世界好 更进一步的就像佛家所讲 你会希望整个三千大街的世界 整个三界都是好的 之后因为你的心非常的宽广 你就会想到什么叫做无所缘 无所住 什么叫做如同虚空一样 而且这还有一个现实的好处 就是当你不断地去观 自己本来拥有的那个慈悲潜力的时候 你当下所感受的痛苦 也就变得微不足道 它可以减轻你当下面对的 最后暂时的痛苦 自己的痛苦由于相对于 就是广大众生所受的痛苦来说 自己的痛苦变得微不足道的时候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观慈悲 来解决痛苦 比方说我们有时候看到苦难的众生 你会特别的觉得好可怜 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心好像揪成一团 这个就代表是一种慈爱力的一种展现 它就是表现为这样子的一种心的纠结 所以这样子的慈爱是可以扩展的 当你的慈爱心可以扩展的时候 你就是可以从小处左手 那么逐渐的 你的视野也会越来越宽大 最后你就能够真正拥有 真正的慈悲与智慧 加一郎在一起 说几段来来 是从美梢来自对 以后你为许 像是柠克 这是从美梁给越作用的 这么心一样的 原来我和你的 你就可以让你 在柠克里边 在柠克里边 就是上庠大的 就是一个 在这儿抗拒 把人家修复了 在这儿抗人家修复了 你把人家修复了 这就是什么 还有在培养慈悲心的时候 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你可以从身边的父母先开始培养 逐渐地是培养到你的师长 然后更大的范围是应该要意念 国家对你的恩情 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不懂得孝顺父母 不懂得意念父母的恩情 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得意念父母恩情 这一点固然就不用多说了 另外就是要去意念师长对自己的恩情 还有国家对自己的恩情 为什么要意念师长对自己的恩情 原因是因为假使今天 没有师长的教育 没有师长的指导跟教育 那么我们将会如同牲畜一样 对于自己严厉身处事的方法 都莫衷于事 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方向 我们会不会晓得该怎么样在这个社会上生活 所以你要懂得去把你的爱 从爱父母效应父母 扩展到爱自己的师长 更大范围的是 应该要能够爱自己的国家 因为假使没有国家的保护的话 一个人是没有办法过上正常的日子的 所以要懂得感谢国家的恩德 当你懂得感谢国家恩德的同时 你的心的范围会越来越扩大 就像是一个国家的范围那样子 当你懂得让心扩展到爱国家的这个层次 那么都要往那个就是爱 就是爱遍及虚空人的所有的众生 就是变成可能这件事 它有一个过程 这几十年来 整体而言 众生在中国部分有改善吗 或者是有恶化吗 能不能够跟百年前或七年前来做比较吗 感觉就是这样子跟着看 对 这就是一天的问题 对 那一定是没有人 第一次全影响 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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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老人的妈妈想起来过来 想起来就起来不过来 明天的 这一天 让人陪着下来 因为这一天 让人陪着下来 还想 全部人 早起来就起来就起来 这一天 妈妈的上帝 早起来就起来 现在人都比较重视智力的发展 当然这个趋向也是有利的 怎么说呢 因为当你越在智慧上面有所进展的时候 你会越体会到慈悲跟利他的价值 确实是重要的 就是基于智慧而对慈悲心的一种肯定 当你越去重视科学的时候 你会越发现佛陀的话语 他所讲的慈悲心跟关爱众生的价值 是具复合科学的 那么你就会更加的重视慈悲心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是乐观的 那么由于重视科学 我们在分析的结果之下 我们会想到说 原来我想要获得自利的话 最好的方法就是利他 当别我试图去帮助他人 最后我将会是受益者 这也是一个科学 用智慧的提升来带给我们的一种便利 所以在科学发展的同时 提高了人们的智慧 这个时候也强化了 应该是会强化 大家对慈爱的重要性的体会 谢谢大家 合成外結交官的交官反對監察 跟洛杰門一所發生的病官 一 Boua情況下還有二十二十三月了 qu know University 都被用了 新海報消露 我們 出逢了 在老朽的专家 在上一块都是 来自家里人和中国人他们在家里 也就是在家里面 这些外国人的家里面 那是在家里面面的 也就是在家里面面的 在家里面面面面的 在家里面面的 我们在家里面的家里面的 我们在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 忙过来给你平均 你知道这是我一般 在台湾里面的 什么忙着想给我 这小子不打了 这就是这些 这些是 这些是这些 楼里下来的 至于现在的人的利他心、慈悲心 是否能够跟百年跟青年纪 以前的状况能做比较的话 因为我个人 不晓得历史的事情 也不晓得古代的事情 所以我也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也许吧 也许在过去物质条件 比较缺乏的时候 大家的冲突 可以冲突的点相对较少 也许烦恼也稍微淡薄了 后来随着物质的发展 比较提高了以后 也许在各方面发展 大家争夺的东西多了 烦恼多了 烦恼多了 自然痛苦也就多了 就像现在 各地都有很多的战略 这个基本上是说明的 人们缺乏智慧的情况之下 会导致问题 我能够回答的大概是这个 现在是莫法时期 那莫法时期呢 对于这个新生代的青年 那么如何来教育他们 引导他们 让他们能够保有善心 这样 你的俄文社主席 你这一步使用说是什么 这个印象征节 所以 back来转致 112月的 我把刀吟的 这个刀吟的话 这个是什么 那就apan一专的 Eve 真的是 大友是 если脾桔带 és 大 今次 他的 死亡 死亡 在八天中的文化,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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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 我们也能够这些人 所以我们就想他们想想 我们想要去做一些东西 按照现代科学 其实是天文学的学说来讲的话 这个世界有数不尽的行星 有数不尽的恒星跟行星都有 可能有几亿的行星 我们也不晓得 以我们现在生存的地球来说 它哪一天跟其他的星球相撞 它可能就会毁掉 这都是有可能的 虽然我们讲外在的世界 以时间来说 它确实是到了五卓恶式的时代 它会毁坏 乃至于地球可能会消灭 但是即使外在的物质世界消灭了 这个星球不在 我们心也不会坏掉 不会因为外在物质世界的坏命 心就同样的坏命 如果心是不会坏灭的 那就会有一件事情 必然还会存在 就是耶利因果 因为心是耶利因果的载体 所以它只要心不坏灭的话 你曾经造的业 它还是会感觉那个果 所以要跟这些年轻人谈的 就是心既然不会坏的话 那么因果还是重要 慈悲仍然重要 外在世界会变化 外在世界会毁坏 但是呢 只要你能够守护好耶利因果 你能够保持慈悲 那么你就是安稳的 就像是待会会给大家 结缘的这个小蓝色的册子 就是古贤旺如来奇 愿文里面有讲到一句话 他说三界之中无有恐惧 就在这个三界轮回的世界当中 不需要有任何的恐惧 因为你了解了新的本性是什么 这个应该是一首诗 意思是说千古皆难为一死 修行中就为一心 若爱已在善行中 就是爱已经在善行中 何苦深深宣扬爱 人若何一心念行 何苦处处求开示与修行 那么要请问仁佛姐 这是最后一句完好这么一句话 神佛姐 这是最后这是最后就是一个 前之夜的 可是我失去 我会担心与撞死了 留下了 你去说 你去 придardo 我去看你 我会震惊 你会震惊 我再被你 我去震惊 我去震惊 我来了 我给你 我可以震惊 我回来 你来过来 我来看你 我来说 但是他们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们的,他在评众, 是说想对折蓝 花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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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里面有没有喊我们来的 当然 这个一切都是爱 但是我们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何须还去学这些 还去问这些开示跟修行 问题是在于 如果你没有去听闻这些开示 你没有去思维这些道理的话 你的爱仍然是局限的 比方说你会不会跟爱你的家人 你会 可是你的 你爱人的程度 可能就仅限于身边的人 如果你懂得 去学习这些道理 去思辨这些道理的话 你可以让你的爱的范围 更加的扩大 而不是在一个局限的 有所谓的狭小的范围当中的爱 因为在佛家里面讲 要培养菩提心 它有几个层次 首先是 还没有升起菩提心的时候 你需要运用方法让它升起 哪些方法 思维人生的价值 死亡无常 夜灵因果 跟轮回毕竟是苦的这个问题 透过这些你可以让你的心里面 还没有升起的那个慈悲心跟菩提心 可以升起 再来 你升起了菩提心以后 你要让它不要退化 不要让它消失 你还是需要运用更具体的方法 佛家叫做 这个具体的方法叫做六度波罗密多 不失 实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人智慧 这些方法就是让你的菩提心 不会退步 能够至少保持在一个水准的方法 然后再来是 不仅不要退步 应该让你的菩提心不断的扩展 不断的增加 所以有所谓的密宗 密宗的教法就是 教你怎么样让你的菩提心 更快速的 更强大的 能够获得扩展 可是如果你都不学 你就不晓得怎么样 让还会升起的菩提心 升起 怎么样去保护 已经升起的菩提心 怎么样去强化 已经获得保护的菩提心 因为你缺乏相关的知识 跟建议的缘故 所以你将不知道怎么样 让你的爱心扩展 当然人都有爱 人都有爱的能力 我们都会爱我们的家人 但是如何让 如何让这个爱心可以扩展 就是乱修进来 復刻以往 是任天坎 刚才是脱领 凹离避重 这些责帽 lengths不保护的 小七八四三平 这是这样的 比方说我们讲佛家讲的慈悲喜舍 它叫慈悲喜舍 心以外 它还加了一个无量心在里面 无量的意思是 它的范围是无有限制的 比方说慈悲喜舍 其他的宗教也讲慈悲喜舍 可是我们佛家讲慈的时候 他讲的是慈无量心 无量的慈 比方说怎么样讲呢 慈是一种关怀别人 希望别人好的心态 问你说你会不会关怀 你有没有关怀别人的心 有 我有关怀别人的心 可是我只关怀 我只在乎我身边的人 这就是局限性的 它是一种慈心 它是一种爱心 可是不是无量的慈心 不是无量的爱心 你仔细想一想 你会爱你身边的人 可是如果有过去生 那我们过去生 生生世世来说 照理说跟每一个生命 可能都有过连结 我们可能都做过父母 这是合理的逻辑 就是基于智慧的合理逻辑 跟所有的众生 都曾经有过千年 所以你今天对这个 现世的亲友的爱 照理说也应该能够扩及到 其他的对其他众生的爱 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这是基于逻辑而合情合理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当你的父母去世了 你父母去世的时候 你痛心疾首 可是你会懂得说 其他的众生也曾经做过的父母 在过去生 也许几亿辈子里面 其他众生也都做过我父母 所以我这么爱我这一辈子的父母 我也同样有道理去爱那么样多的众生 这个就是把慈爱心扩展到无限 所以佛家讲的 四无量心当中的慈无量心 就是这个意思 它是基于事物的真相来谈的修行 可是如果你不学佛 你不去学习这方面的道理的话 你当然有慈爱 可是你的慈爱就叫慈爱心 不是无量的慈爱心 这是有差别的 中国人的感受思讨论 这样的人不许和这些人 所以有些人不许和主人 这些人不许和言 很重要的 所以他们不许和eman 他们不许和anに 他们不许和旅 Mitglied 所以他们不许和 便宜有些人不许和 众来旧 他们不许和 争献家 这就是禅修室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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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回到刚刚关于如何禅修的问题 前面所讲的这个慈无量心也会跟指的禅修是有关的 比如说你今天到一个房间里面都是人 然后呢 你晓得你爱你的父母 你效应你的父母 然后你看到这些人 你有懂得这些人在过去生当中 都曾经做过我的父母的道理 比如说你懂得怎么样去告诉自己说 其实我们无量生生世世以来都是有关联的 如此一来 你就能真正的开始学习如何 把其他的众生看得跟这一生的父母一样重要 所有众生都是自己的父母 都像是自己家人一样 而且都确实做过自己的父母 确实做过自己的家人 差别是说今生你认不认识他而已 如果你开始懂得这层道理 用慈无量心的修行去了解这一层的话 那么你的心就开始打开 你就开始会真正走向的了解什么叫做 心性如广如虚空 因为你的慈爱是广如虚空的 所以你的心性是广如虚空的 安住在广如虚空的慈爱当中的时候 这个就是禅修 在这样的禅修当中 你自然而然不会有太多的贪心跟称慧心 你不太会去分别 这是我的亲人 这是我的仇人 如此一来 你的指是安住在有慈悲心为前提的指 那个指的力量是很强的 佛家所讲的指观的那个指 它的力量是很强的 否则的话你只是要求一个专注 求一个宁静的那种指的话 它的力量很薄弱 它可以让你的心宁静下来 可是它的力量是微弱的 如果你有慈悲心跟菩提心 作为前提去修指的话 那指的力量非常的强 今天就知道 这时候三年都把他做到的 蛮不油的 前提就落在哈佛中山 你没在西南西部超油的 人们评论在咖喱里 咖喱里有什么东西 咖喱里有什么东西 那咖喱里有什么东西 这咖喱里有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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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有什么东西 对于开始 这咖喱里有什么东西 然后就像中óst补地有什么东西 只会 tener HTML的人 在那个设计的 Ch authority 如果你懂得培养慈悲洗舌的四不量性的话 那你不管在哪一个岗位上面 做什么样的职务 它的力量都是非常大的 因为你懂得无量的慈心 无量的爱心 所以遇到任何的困境 你都有更大更坚毅的堪忍心 能够更加承受这些 然后你可以更懂得如何去爱每一个人 当你懂得爱每一个人的时候 你的心的状态就是一种智慧的状态 如果你拥有这样的无量心的话 你可能就会在每一个岗位上做好你的工作 比方说有些人出自于爱国家社会 所以他去竞选总统诸如此类 或者说有些人翻过来 有些人可能因为他失去了这样子的 对人生的价值的目标 所以他也许跟自己的父母反目成熟 他不懂得慈爱的道理 跟自己的父母反目 或者说跟自己的配偶离婚 或者每天就是重情于酒肉声色之中 或者是抽烟 或者是饮酒 像这样子来遭踏自己的人生 这个完全是关乎你自己的心 如果你之间的心是能够强大到 是不断地培养无量心的话 你做什么事情 能力量效益都是广大的 这就说了什么 可爱吃恶心 别吃恶心 你这个人的心是很狡猾 都是小害怕的 那所有人都睡得了 举一个例子来讲 慈悲心有什么好处呢 像我这个人什么都不会 打个手机也打不出去 然后其他的话我也讲不来了 没有任何的学问 唯一的特点就是我坐过很多年的牢 然后能够跟人家分享的开始 实际上都是这些监狱当中的一些心得 但是我有个好处 就是我有个亲近的心 我有爱心 然后我就靠着这个佛子行三七宋里面讲的道理 不断地去宣扬爱跟善心的重要 所以就混了一口饭吃 比方说我在监狱里面关了二十年的时候 我一点都不觉得难过 因为我承认这个就是我的业 所以我没有什么难过 各位好朋友 那我们人不记得给我们很多的 就是大家的问题 人不记得有一些回复 那大家有没有最后 有没有什么要再分享的部分呢 或者是今天您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 有没有想要分享的部分呢 嗯 对不起 我还要有人说那么难 那待会儿我会给主委奉献这几本小册子给你们节约 那我们这样 我们这边呢 左边有一些书 都是我们这两年来 就是人不记得他的演讲或开始 或者是Q&A我们所集结出来的 那么大家如果觉得可以的话 可以也可以 就是在这本书回去看一看 有的是中英文的 蛮有意思的 然后呢 等一下呢 如果说您想要 配分两组 意思就是说 如果您想要跟人不见呢 就是再做一次比较private这个境界的话 可以跟着我到我这里来 到我华林这一组哦 然后呢 我们等一下就到仁波切的房间 跟仁波切见见面 那么如果您觉得想要观念 今天非常棒 今天真的是夕阳余晖 然后又下不雨 非常的清静 真的是缠静光明 非常的幽静 那么青岗这一组呢 他就带大家呢 去游一游我们的三千坪的园区 看看我们的慈悲水 看看我们的那个打坐亭啊 木屋大小木屋 未来各位可以来这边 休息休息 也可以来住宿的房间 所以我们分两个住好吗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益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借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额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智业的 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有序 第一 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 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顾持邮局 化博帐号 5044-4468 5044-4468 顾名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尔段 20号 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 03-989-8787 03-989-8787 慈悲智业 花莲中心 新逢端午节祭祖 旗见 消灾 超见法会 恭送大佛顶首 邓严经 即佛前大贡 点灯 贡水 要贡 甘露诗诗 恭请常住法师 主法领众 日期 6月4 5 2日 时间 每日上午 9点开始 地点 花莲中心 花莲市 建国路 160号 电话 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惠福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我是罗一军 如果您是COVID-19确诊者 绝大部分情形 是可以在家中 进行居家照护的 请注意自身症状 多休息 有需要时 可与居家照护医疗团队联络 或安排视讯门诊 此外 确诊者会收到 自主回报疫调系统的简讯 经检核身份无误后 就可进入系统 提醒您 一定要完整填写 疫调单内容 也请告知同住亲友 任职公司 或就学联络窗口等 依指挥中心的规定 进行相关防疫措施 照顾自己 也保护他人 让我们疫苗打三剂 一起做防疫 说到皈依呢 我们一定要了解 佛法修行的第一步 应该学到的第一个内容 就是皈依 根据噶丹派的传统 一位具德的上师 带领一名聚气弟子的时候 需要按照佛法的次第 慢慢的来教导 慢慢的来教导他 而且呢 一切修行的开头 就是皈依三宝 这一点呢 非常重要的 以前呢 在康区 有一个人呢 想要在一位上师面前 领受教法 他跟上师说 您一定要从头教导我 于是呢 这个上师就答应了 他的要求 但就在这位上师 打开经书 想要开始讲的时候呢 遇到了一个问题 可能因为这个上师 没有太多的修行经验 或者什么原因 因为很多佛经的开头 写的都是梵云 藏云 还有续分等等 这位上师呢 就实在不知道 哪一段才是真正的开头 直到最后呢 也完全没有找到 开头在哪里 后来呢 就有人请教了 波多瓦大师 这个问题 波多瓦大师说 佛法的开头 就是从皈依开始 那么在皈依之后啊 第二步 就是要顶礼三宝 所以呢 卓洁呢 在全文的这个 首句 写到的就是顶礼三宝 或者李静三宝 那为什么九节要 最先写到顶礼呢 这里呢 我们要了解一下 有关顶礼的两种必要 一方面呢 这符合了所有大德和圣者 一贯的做法 另一方面呢 通过首句 顶礼 可以令所要开始或者将要去做的事情 终得圆满 不至于在进行的过程中出现什么障碍 阻力导致呢 最后前功尽弃 或者半途而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基本上在做善行的时候 尤其是比如说 行使佛法 讲法 著书的时候 总是会出现一些障碍 比如说 每次讲这些比较大的课程的时候 都会出现一些障碍 甚至有的时候呢 一些佛形誓言呢 会严重到 让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完成 这些障碍里面呢 其实很多都是由于福报 福气不够而造成的 或者也可以说是 曾经的一些恶因而导致的恶果现前 所以呢 想要避免或者说 消除这些恶果 障碍等等之类的问题 唯有通过 累积自己的福德 增长福气 来化解和消除 从而呢 使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顺利圆满地完成 那顶礼 礼赞三宝 实际上就是在累积福报 这种方法呢 其实就是通过自然规律 或者说是缘起的力量 因过缘起的道理 来达成我们的目标 那顶礼的对象又是谁呢 就是三宝 通常在佛教当中呢 无论我们要去做什么事情之前呢 第一步要做的事情都是 就是归一三宝 然后在礼拜和供养的三宝之后呢 才正式开始去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基本上这是所有佛教宗派 都通用的一种规矩和做法 说到顶礼呢 据说阿底小尊者 他有一尊小佛塔 他平时呢 都会随身攜带 然后呢 每每遇到一点 一点点这个令他不安 或者不知所措的时候呢 他都会拿出小佛塔 然后呢 在他面前献共祈祷 之后呢 他的心里呢 就马上就会觉得比较踏实和放心 所以呢 直到今天呢 周杰 事业的影响和这种流步啊 有多么广大和深远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目共睹的 不管是他写的著作也好 还是其他的任何佛形事业 都是那么广为人知 深入人心 历经千年 仍旧为人传颂啊 这一切都证明了 他的所作所愿 全部如他所希望的一般圆满实现 当然呢 这不仅仅是尊者自身的力量和加持 同时呢 也是他不断的勤行三宝 供养三宝 累积福报的实际证明 而九五节的这种对三宝的这种信心 是建立在全方位的 透彻的了解三宝功德的基础上 通晓有关三宝的所有知识的情况下 才升起的一种全然的信心 不是像我们这样啊 只是比较表面的 没有深入学习的那种 经不起太多的考验 甚至呢 还有一点情绪化的信心 九节的信心的那种层次 深度和质量 都是我们应该去学习和效法的 发生过去年筹 和账造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